車停在停車隔去半點室 但在回來時看到這一幕 車主真的會哭出來 心愛的車怎麼變成這樣 藍色的烤漆被一層灰灰白白的液體覆蓋 從車頭擋風玻璃車頂無一幸免 不僅這台一旁的機車變電箱地板 通通都是因為一旁的行道樹 是他們的家 平常都不大趕走這條路 一旁那個弄到鳥下來到傘 連走路經過都得要記得撐傘 才不會被突然襲擊 就在基隆信一路跟仁一路的田寮河畔 從美猴橋到富狗橋這一帶 只要移到五月份 因為棲息失地施工不見了 陸科的鳥類就會來這裡逐巢 是家更會就地解放 停在下頭的車就會被突襲 民眾氣到不知道找誰討洗車費 雖然市府目前討論 會先設置告示牌 未來可能還會取消車隔 或者是季節性開放 遇上這樣的窘境 記得得要趕快用清水先軟化 然後洗乾淨 如果烤漆就這樣放任不管 過沒多久愛車恐怕就落產 下回遇到鳥類襲擊 別只顧著去買樂透 先處理一下烤漆才不會受損 因為看看就連地面即使洗過 也都還會留下污漬 TVBS新聞流行回席輪接龍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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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候 更 chore 修圈